现在我们要看今天的正道经文 下面有请郑士婷姐妹 为我们读今天的正道经文 正道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六章 二十四节到三十四节 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人 他若不是恨这个爱那个 就是忠于这个亲世那个 你们不能服侍神又服侍金钱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优劣吃什么喝什么 也不要为身体优劣穿什么 难道生命不比食物重要吗 身体不比衣服重要吗 你们看天空的飞鸟 他们不杀种不收割 也不收尽仓礼 你们的天赋上雪养活他们 难道你们不比他们更宝贵吗 你们中间谁能用优劣使自己的寿命延长一刻呢 何必为衣服优劣呢 是想田野的百合花怎样生长 他们不劳苦也不仿制 但我告诉你们 就是索罗门最威荣的时候所穿的 也比不上这花中的一朵 田野的草今天还在 明天就投进炉里 神上雪这样装扮他们 小心的人哪 何况你们呢 所以不要忧虑说 我们该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这些都是教外人所寻求的 你们的天赋 也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们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自由 明天有忧虑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了 这是神的话 今天很高兴啊 中必经传道也再次来到我们当中 相信我们也对他非常的熟悉 不过我还是要再介绍他一次 让大家更能够认识他一下 他在2009年现身于 为就是隆美堂的全职的干事 也在12年的时候进入 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 修读神学学士课程 同年也前往拉美市开放 在2015年获取神学学士 学位并全时间在拉美市长老会服事 在2021年 也开始牧养新山 圣光百合长老会 目前他有两名孩子 然后他今天所要带来的题目 是最振扎的第八奖 就是教育容易泄气 的这个教需推散 我们有请传道 各位主内的长辈 弟兄姐妹 大家早上平安 有时候我觉得 我们末世时代的人 是真的很辛苦 很辛苦的 我们来看一小段的新闻 我剪辑给大家看 可能要帮我按一下 不好意思 调查发现本地的社工有超过半数 因为疫情而出现 轻度到重度焦虑 比例甚至高于前线医务人员 原因就包括工作量激增 以及缺乏相关的支持等 记者李一华报道 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 生活压力越来越大 职场焦虑 生育焦虑 就业焦虑 考试焦虑等各种焦虑 无处不在 什么是焦虑 工作生活总是焦虑 怎么办 焦虑会给身体带来哪些变化 焦虑能治好 会复发吗 如何才能学会与焦虑共存 这很难做 所以我已经说 这个家长真的是给孩子 加了太多的目标 这个赋予了太多的期待 所以最终把这个焦虑 才传到给孩子 咨询电话一通接一通 整天都接不完 全台的心灵加油站 在这疫情爆发的一年来 真的忙翻了 从满线的电话咨询 到人数爆量的线上课程 都是来寻求心理协助的民众 尤其又在三级警戒后 达到最高峰 OK 这些新闻 是我剪辑 我们会发现到什么 在那个现代人 真的是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什么问题 我们面对很多的困难 不管是新加坡 马来西亚 还是在外国 我们发现到 我们面对什么困难 疫情 疫情带来的困难 还有战争 还有很多的天灾人祸 接下来还有什么呢 一定还有粮食危机 经济的危机 这些会陆续而来 还有什么东西 政治不稳定 社会不安定 像我们马来西亚 现在政治就是 已经好几年都 一直都不太稳定 这些种种的困难 都会影响我们什么 影响我们的工作 影响我们的这一个 不好意思 一直跳出来 影响我们的这个生意 影响你的学习 所以你觉得 我们哪里可能不会焦虑 好几年前 我就一直在看 那个研究的报告 然后就看到一则新闻 就讲到什么 我们马来西亚人 那时候还是2017 2018年的时候 马来西亚人里面 四个人就有一个人 面对这个什么 面对这个精神上的 疾病的问题 所以焦虑是我们 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心里很悲观 我们做什么东西 很容易泄气 真言怎么讲呢 你看真言12章25节 他讲 心中忧虑 使人消沉 所以我们现在人 很消沉 很忧虑 我们怎样 我们笑容很少的 我们的喜乐很低 我们的平安很小 但是还是有反方向的 我们有什么多 什么高 什么大 你们觉得什么多 什么高 什么大 我们什么病痛很多的 现代人 然后血压很高的 压力很大的 我20 我才21岁的时候 我就血压偏高 不过医生讲 可能是遗传的 病痛多吗 我差不多接近40岁了 30多 很多年前 我也是这边痛 那边痛 我妈妈每次笑我 哎呀 这么生到你 这样多病呢 我讲你生了 还可以这样 所以我们很 病痛很多 血压很高 压力很大 怎么办 所以我们基督徒 就是在这样子的 一个世代里面 我们要怎样去 面对这些重重的困难 去跟这个焦虑 做对抗 怎样让我们的心智 不容易泄气呢 我们怎样对明天 有盼望呢 盼望今天我们可以 透过这一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思考 我们先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谢谢你 带领我们 拯救我们 拣选我们 主啊 你的本意 你是要赐福给我们 主愿你带领我们 是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 能够反思我们的生命 能够发现到 你的应许 以至于我们紧抓 你的应许的时候 我们就有能力 在这一个末世的时代里面 来活出荣耀你的生命 愿你帮助我们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都专心在你的面前 主啊 谢谢你 向你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求 Amen 我们今天的经文呢 是在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 第六章十九到二十节的时候 耶稣他让我们看到 世上有两种的财宝 一种财宝是什么 地上的财宝 耶稣说因为 地上有虫柱 有绣青石 也有贼蛙 窟窿来偷 主耶稣要告诉门徒 地上的财宝是很短暂的 不稳定的 随时会消失的 然后他就讲 另外一种财宝 是什么财宝 天上的财宝 六章二十节 耶稣说 那里没有虫柱秀世 也没有贼蛙窟窿来偷 跟地上财宝是相反的 天上的财宝是永恒的 没有人能够夺走 其实耶稣是要让门徒知道 哪一种财宝 值得他们去追求 值得他们去付代价 当然是天上的财宝 那么门徒要怎样 得到天上的财宝呢 怎样才可以得到 这个天上的财宝 很简单的 逻辑很简单的 你跟哪一个老板做工 你是不是拿哪一个老板的薪水 就是这样 你跟谁打工 谁就给你薪水嘛 所以你有两个主人 耶稣接下来就跟门徒讲 你有两个主人 你跟着什么主人 你得到什么回报 哪两个主人呢 一个是天上的主人 一个是地上的主人 就是以金钱作为他们的主人 在这两个主人之间 我们只能够应付一个 所以耶稣在24节讲什么 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人 他若不是恨这个爱那个 就是忠于这个亲事那个 你们不能服侍神 又服侍金钱 两个主人 你只能够应付一个人 你忠心于哪一个主人 那个主人就给你什么东西 你得到不同的结果 忠心于神的 神看顾他 供应他的需要 耶稣在25到30节 耶稣说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忧虑 吃什么 喝什么 也不要为身体忧虑 穿什么 难道生命不比食物重要吗 身体不比衣服重要吗 你们看天空的飞鸟 他们不撒种 不收割 也不收进仓里 你们的天赋尚且养活他们 难道你们不比他们更宝贵吗 你们中间谁能用忧虑 使自己的寿命延长一刻呢 何必为衣服忧虑呢 试想田野的百合花怎样生长 他们不劳苦 也不仿制 但我告诉你们 就是所罗门最威荣的时候所穿的 也比不上这花中的一朵 田野的草今天还在 明天就投进炉里 神尚且这样装扮他们 小心的人 何况你们呢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耶稣告诉门徒 上帝我们的天赋 祂是好的主人 极好呢 耶稣举出两个例子 飞鸟还有田野的百合花 耶稣讲 即使飞鸟和田野的百合花 你看他们没有像我们人一样 我们会存钱 会预备 会收集食物 他们不会 但是呢 神却使他们每一天 都得到神 所给他们的供应 他们每一天都得到他们的需要 所以对神而言呢 人比飞鸟 百合花更加珍贵 当然神会 看顾我们 但是反观 看另外一个主人 当我们以金钱 作为我们主人的时候 那么 即使我们 预备了 很丰富的食物和资源 可是我们依然感受不到 满足和忧虑的 这个就是耶稣 他要告诉门徒的问题所在 你看所以耶稣 他接下来讲什么 耶稣 接下来讲呢 所以 不要忧虑 说 我该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这些都是教外人 所寻求的 你们的天赋 源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 耶稣 给我们看到 如果选择金钱 作为主人的话 很多就像教外人 教外人就是 不相信上帝的人 他们以金钱 作为他们的主人 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 我们要怎样 我们要吃什么 喝什么 哎呀怎么办 我明天吃的东西怎么办 这样拉回来我们现代 我们当然不会问 明天吃什么 我们会问什么 惨了 我明天的贷款 怎样办 明天车骑到了 我要怎样办 明天雾骑到了 我要怎样办 明天发薪水的日子 到了 我是老板 怎样办 我的工人的薪水 我还找不出来 我们就常常问这些东西 我公司的前景怎么办 我的工作怎么办 这个就是什么 选择以金钱作为主人 所以耶稣明白 他明白选择以金钱作为主人 以世界 以地上的物质成为主人的时候 我们一定感到焦虑 一定感到忧愁的 一定常常心里泄气灰心的 最后耶稣就再次鼓励门徒 你们要以神作为主人 耶稣要门徒怎么做呢 耶稣讲什么 你们要先求 祂的国和祂的义 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们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了 所以耶稣告诉门徒 你要选择以神 作为你的主人 如果你要这样做的话 可以 你一定要有一个表现 什么表现 你要以神的事情为念 然后当我们 以神为我们的主人的时候 我们的忧虑 我们的焦虑 自然就会退散 没有了 这个是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 从今天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些 让我们的焦虑 退散的方法 什么方法呢 第一个 我们要忠于神 轻视世界 忠于神轻视世界 耶稣讲有两种财宝 在我们的面前 一种是地上的 会消失 很短暂 容易不见 一种是什么 永恒 不会消失不见 没有人可以抢走的 当我们看中地上的财宝的时候 哇 惨了咯 为什么 因为很不稳定 随时会不见 当你把你的精力 时间 投入在一个不稳定的地方 你讲 你会忧虑吗 我不懂你们 习惯用电脑 做东西吗 我是常常用电脑 做东西 你懂 以前的电脑 跟现在的电脑 不太一样 以前 旧款的那种 这种手提电脑 它的电池不稳定 十多年前 你没有插着电 你在那边打字 突然间 很多马来西亚又常常停电 以前 他突然停电一下 电脑马上没有电 电脑马上没有电 你做的东西 做到一半 就没有掉 要从头做过的 以前我就是经历那个时代 很痛苦 所以每次打字的时候很紧张 一直在想 会不会停电 会不会停电 然后一直要注意 有没有存起来 我的资料 不然你还一停电 哇 从头要做过 所以你在一个不稳定的东西上面 你的心情一定受到影响 所以我们可以回想一下 是不是这样 你在一个 你依赖一个不稳定的东西的时候 你就是会很紧张 然后耶稣讲什么 耶稣要我们转过来 那你就不要 把你所有的焦点放在这些不稳定的东西上面 你就转过来 把你的焦点放在什么 稳定的东西上面 就是哪里 天上的财宝 这个很稳定 不会不见 不会消失的 地上的东西 很快不见 那要怎么做呢 OK 耶稣就说什么 耶稣就说 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人 他若不是 问这个爱那个 就是忠于这个亲世那个 你们不能服侍神 又服侍金钱 所以如果我们要稳定的 我们就是要 以神作为我们的主人 我们就要忠心于他 忠心于他就要怎么样 你要花更多的精力 心思 在神的身上 那么神就是我们的主人 如果你的做法不是这样 你把你的更多的精神 精力 时间 放在另外一边 那神肯定不是你的主人 那个东西才是你的主人 所以 很简单 所以我们就要想 我们要怎样去 忠心于神 怎么样专注在神的身上 今天跟大家讲的一个 很简单的方法 是什么 你坚持 做属灵的事情 这个 这个是很简单的方法 是我的心得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 坚持去做 一个属灵的事情 你会发现到 现代人 很多东西 让我们分心 现代人 很难专注在神的身上 有时候 你很想 读圣经 祷告的时候 你可能做到一半的时候 事情又来了 公司那边有事情 工作那边开始忙 或者是家里开始发生事情 有时候你很想投入去服事的时候 突然间又有东西 让你分心 你坐一下 停一下 坐一下 停一下 最后就一直停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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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再做了 我知道很多人读经 祷告 就是这样 我们读圣经 有时候 讲员讲一下 激励一下 我从今天 一定要读完圣经 我才睡觉 结果读读读 一个礼拜过 两个礼拜过 开始 突然间有个晚上 朋友打电话叫你喝茶 出来喝茶 你就想 陪他喝茶 喝完茶 我才回来读 喝完茶回来又很累 刷一个牙就想睡觉 并颈 明天我读 追回来 本来一天读三章 明天我读六章 追回来 结果明天到的时候 突然又有事情 你又没有读 你又想 哎呀 我后天再读 我读九章 我追回前面了 结果越拖越拖越拖 九章 十二章 十五章 到最后一卷书 两卷书 算了啦 明年再来读啦 所以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这样 一直上上下下 弟兄姐妹 其实我们都知道啊 吃早餐很重要 对吗 我们都知道 我是不太喜欢 不太习惯吃早餐的 所以每次啊 我教会很多 阿姨啊 都会念我 哎呀 传道你不可以这样啊 你一定要吃早餐的 你啊 至少要拿一个饼干 放在车上啊 什么 忙的时候可以吃饼干 每次被那些阿姨念我 有一次 有一个姐妹啊 她就是 胆生石 她的胆生石头 她就去看医生 那个医生就跟她讲 你是不是 常常没有吃早餐 她讲 是咯 医生讲 你要维持这个 吃早餐的习惯 她讲 因为这样子的话 你的胆不容易生石头 后来这个姐妹 回来告诉我 我就想 哇 原来这样重要 吃早餐 如果吃早餐很重要 但是弟兄姐妹 我问你们 你的早餐 如果拜一次 拜二次 然后拜三没有吃 拜四没有吃 拜五又吃 拜六又吃 礼拜又没有吃 让你吃这个早餐有用吗 我看作用是不大了 所以你发现到 一件好的事情啊 你没有持续去做啊 它对你的帮助是不大了 这个就是一个定律来的 你会发现到 属灵的事情也是这样的 如果一个属灵的事情啊 我们没有持续去做啊 它也是等于白做了 好的事情 你没有坚持去做 你是白做了 所以 我们没有坚持 每天读圣经啊 你喜欢得空读一点 不得空就不读 你这样对你的属灵生命 是没有好处的 你喜欢祷告的时候就祷告 不喜欢祷告的时候就不祷告 偶尔得空就祷告一下 不得空就不祷告 我们偶尔来参加一下聚会 刚好 今天不得空就不参加聚会 疫情平稳的时候 我们来参加聚会 疫情 开始反弹的时候 我们就不来参加聚会 这样子的话 对我们的属灵生命有帮助吗 100%不会的 我们跟神的关系会越来越密切吗 不会的 你跟神的关系就是这样 上上下下 永远不会有那种很密切的关系 所以属灵的东西 你一定坚持要做 像我以前就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方法 你可以逼你自己 像我的方法是什么 在教会开一个群组 读经的群组 我这样 从今天开始 弟兄姐妹 我们一天读一章圣经 然后我们要分享灵修心得 我既然我提议 我可以不做吗 我一定要做 所以我每天 打死我 我都要想办法挤出这一个 灵修心得出来 后来保持下去 对我真的很大的造就 现在我已经习惯了 早上起来一定要读圣经 写灵修心得 写了 发去群组了 我才出门 坚持去做 如果你不坚持 你跟神的关系就会 很疏离了 如果我们时常做属灵的事情 真的 我们里面 你的里面一定是很饱的 吃饱的人不会觉得肚子饿 你的属灵生命被喂饱的时候 你的灵命 你的心灵是不会饿的 你绝对不会 你根本没有时间去忧虑 你做任何事情 你都很有动力 你不容易泄气 当你里面很饱的时候 很有动力 我们的属灵生命就是这样 当我们靠近神的时候 我们就一定会尽量远离罪的 这个是一个定律来的 你越来越靠近神 你就离罪越来越远 你离神越来越远 你一定慢慢靠近罪的 这个是一定的 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 我们就靠近罪 靠近罪的时候 焦虑怎么可能 不会找上门呢 为什么 为什么靠近罪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焦虑 为什么 因为呢 罪 本来就是给我们的生命 带来破坏 罪一定是破坏你的生命 给你带来很多的不幸 罪一定是 让你面对很多的灾难 这个就是罪的特性 所以你明白 你当你远离神的时候 为什么你越来越不幸 我没有看过一个远离神的人 每天活到开心 没有 所以当你越来越焦虑的时候 你就要反省你自己 你是不是离神 越来越远 因为你离神越来越远的时候 你会有什么情况 你求救无门 你懂吗 你遇到灾难的时候 你甚至不敢跟神祷告 为什么 你不好意思 因为你知道 平时我都没有亲近上帝 我有事才来找上帝 上帝怎么看我 我们一定这样想的 所以你平时跟神 没有保持一个很密切的关系 等到你焦虑的时候 你甚至祷告你都不敢 像那个上帝在呼喊 呼唤那个亚当的时候 亚当亚当你在哪里 亚当在做什么 在躲在那个草堆里面 不敢跟神讲话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 我们焦虑的时候 你跟神又没有一个很好的关系 你怎么求神 你怎么敢跟他祷告 你就会越来越焦虑 你就会另外想办法 像谁 像扫罗 你们还记得扫罗的故事吗 撒摩尔死了 他又面对很多敌人 要攻打他的时候 他怎样办 找没有人 又不敢找上帝 他就去问那个谁 问米 叫那个 叫那个 教鬼的妇女 请那个撒摩尔上来 这个是真的 我认识一个基督徒 他信主二十多年 他孩子生病的时候 你讲他会做什么 是祷告 对 不是 他跑去神庙问神 一个信耶稣 二十多年的人 他孩子一直生病 一直生病 一直生病 跑去问神 问了那个神明 我的儿子几时会好 为什么 因为他跟上帝 根本没有一个 很好的关系 他怎么敢去 求上帝 我们就是这样的 弟兄姐妹 所以 我们一定要坚持 做属灵的事情 这个是帮助你 保持对神的忠心 这是帮助你 保持跟神 有很亲密的关系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 保持你 还是会遇到灾难的 我们 即使是虔诚的基督徒 我们还是会遇到苦难的 但是 这个时候 你就好意思 跟神祷告了 你跟神有很好的关系 你好意思 跟神求了 你可以交托给神了 你可以 让神成为你的依靠了 你也很有信心 神会成为你的依靠 因为你跟神 有很美好的关系 你不会觉得孤单 你也不会觉得有压力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怎么样 就是第二点 我要告诉大家的 我们可以把结果 交托给上帝了 这个是让 教力退散的第二种方法 很多人误会基督教 很多人讲 哎呀 你们这些基督教 信结束了 什么都不用做了 坐在家里面 等上帝养你们就好了 祷告祷告上帝 从天上跌钱给你 这个我觉得 有时候我们 没有办法怪他们 因为他们 没有深入的 去了解圣经 你看耶稣讲什么 耶稣讲 你们看天空的飞鸟 他们不撒种 不收割 也不收尽仓礼 你们的天赋 尚且养活他们 难道你们 不比他们更宝贵吗 上帝养活那些小鸟 上帝更要养活我们 所以我们可以坐在家里面 等上帝来养我们 对吗 是吗 你坐在家里面 等上帝来养我们 当然是错的 什么叫坐在家里面 等上帝来养我们 上帝养活那些小鸟 但是你有看过 那个小鸟坐在 那个鸟窝那边 等上帝跌 那个虫下来 给它吃了吗 有吗 没有养过小鸟吗 养的就没有办法 他真的是要等你喂它 外面的小鸟 还有坐在鸟窝里面 等上帝丢 那个虫给它吃吗 没有的 我们华人讲什么 早起的鸟儿 才有虫吃啊 吃点起来就没有了啊 所以那个小鸟要怎么样 小鸟它也要辛辛苦苦的 一大早的就去外面寻找食物了 它要很努力开动它的翅膀 它要想尽办法 它要用尽一切它身体 可以活动的机能 去捕捉那些昆虫 作为它的食物了 所以小鸟要付出吗 要 它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这样可能你又会讲 这样上帝做什么 全部都小鸟做完了 这样上帝有什么 上帝哪里有养到这个小鸟呢 当然这个也是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没有上帝提供的机会 小鸟怎么可能有虫吃 如果不是上帝它创造那些昆虫 适合这个小鸟吃的 又放在这个小鸟可以找得到的地方 如果不是上帝预备和供应 这些小鸟怎么有东西吃 它就算拍烂它的翅膀 它都找不到虫 但是上帝就把这些虫放在小鸟 可以吃得到的地方 所以小鸟尽了它的责任 剩下是什么 剩下就是上帝 它为这些小鸟预备好机会 给那些小鸟 给它得到食物 既然上帝这样照顾小鸟 难道上帝不照顾我们吗 上帝肯定 因为它爱我们胜过这些小鸟 所以它肯定照顾我们 肯定把机会赐给我们 但是神不要我们做懒惰的人 祂不是让我们躺在家里 等祂从天上跌钱下来给我们 但是只要我们愿意敬畏神 我们也愿意敬我们的努力 神就为我们预备机会 预备机会 来彼得前书五章七节 我就请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 神爱我们 神顾念我们 既然这位伟大的创造主 祂爱我们 这位爱我们的上帝 在我们的背后照顾我们 所以我们可以把 所有的忧虑 所有的担心 所有的焦虑 全部谢给神 然后只要我们尽了我们自己的责任 然后就等待结果 就可以了 我发现到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的忧虑 我们的焦虑 最大的关键在哪里 最大的关键就在于我们 不知道结果 你不知道结果 你 你 你掌控不到结果 你 你害怕 你害怕 这个事情的发生 不如你预期 想象的那样 你担心这个结果是不好的 我们就一直 为那一个 我们 不知道的结果 一直在那边担心 结果就导致我们 忧虑 我以前也是有这个体会 我的手这边 有一道八 其实是我几年前 去动一个手术 拿出一颗肿瘤 这个肿瘤很大力 好像一粒鸡蛋 在我的手 手臂里面 那时候第一次看医生 我去照MRI 医生就跟我讲 这个一定是Cancer 我整个脚都软掉 然后呢 我马上就怎么样 哇 可以做什么 我就快点去做 我先打电话给 保险的agent 问他 我死了 我太太可以拿多少钱 先问清楚先 然后就一直在那边很担心 为什么 因为 不知道这个肿瘤怎样 而且医生讲 动手术又会伤到神经线 以后你的手指可能会废掉 可是那个医生 他又没有把握 他讲 哎哟 看这个 这个MRI照片 那个肿瘤不懂在你的神经线上面 还是离开你神经线一点 也没有办法怪医生 那个是科技的问题 所以我就一直在那边担心 以后我的手指 我的手指有可能完全不可以用 变成不可以打开来 医生就讲 他把最坏的结果先告诉我 可能你四只手指以后都不可以用了 以后我的手就是这样 我讲哇 像我这样打电脑 所以就 在安排手术的那一个礼拜 一直在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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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办 为着我不懂的结果而焦虑 但是后来感谢主了 圣灵一直提醒我 把结果交托给上帝 我后来我就讲 拥紧了 反正左右都要开刀 开刀是一定要开的 手指坏 以后不可以 我至少还有右手可以用 用一只手打电脑也可以了 就把结果交托给上帝 后来感谢主了 情况很好 我手指还是正常了 所以我们可以把什么 我们可以把结果交给神 我们把忧虑谢给神 结果怎么样 发生什么事 有没有达到你想要的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 不重要为什么不重要 因为神为他所爱的人 已经预备了最美好的东西 你要知道这个 把结果交托给神 是因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神为你所预备的 一定是最好的 所以你就不用担心害怕了 所以这节经文怎么说呢 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 我也是请弟兄姐妹 我们来念 所以为了爱神的人 上帝让所有的事情 互相效力 使爱神的人可以得到益处 所有的事情 神给我们一个 很强而有力的保证 不管结果怎么样 不管是你认为好的结果 坏的结果 都是上帝最美好的安排 最美好 这样我们还担心什么 我们还焦虑什么 你尽了你的能力去做 你好好祷告了 你好好交托给神了 你就安心去睡觉了 把结果交托给神 结果怎么样是好是坏 有什么遇到任何的不幸 还是东西顺利进行 你都知道 这个是上帝所为你预备 对你最好的 背后一定是对你有益处的 困难的背后啊 总是有转机的 走到没有路走的时候 上帝总是会为你开路的 为你预备的 你知道这些东西啊 你肯定 你很肯定 你已经知道了 你这样 我们还会忧虑吗 我们还会泄气吗 不会了 但是啊 但是啊 有些人可能会发现到 这节经文啊 有一个关键的地方 什么关键的地方 就是你要满足这节经文 必须要有一个条件 你看到吗 就是 爱神 意思是什么 神的应许啊 神的这个应许 只对那一些 爱神的人发动 不是对全世界所有的人啊 我们要注意到 神的这个应许呢 只对爱神的人发动的 所以如果我们要 得到这个应许 我们就要成为一个 爱神的人 你要成为一个 爱神的人 那什么才叫做 爱神的人呢 耶稣他的经文里面 他一定会给我们答案的 你看耶稣 接下来 给门徒一个 很好的方向 耶稣讲什么 要先求 他的国和他的义 所以第三点 让你的焦虑 退散的方法呢 就是先求神的国 和神的义 为什么先求神的国 和神的义呢 为什么先求神的国 和神的义 就是爱神的义呢 这些啊 大家应该 多少会有一点经验 你们有 有爱的人吗 你们所爱的人 不管是你的伴侣也好 还是你的孩子也好 你很爱他们的时候 你的表现是怎么样 我有两个孩子 我确实是 我是很爱我的孩子 我觉得我自己 很爱我的孩子 把他当成宝贝 然后有一天呢 我就肚子饿了 我就去冰箱那里 开 我就是要找一些食物来吃 解决我的午餐呢 我打开冰箱以后 我就发现 有一个隔夜饭 然后还有一个 一块猪肉还没有煮的 然后我就在想 这个隔夜饭 等一下我可以 就可以拿来吃咯 然后还有这个猪肉 可以拿来煮咯 然后你们 那时候我还在想 这样我的孩子要吃什么 后来我就看着那个隔夜饭 看着那个猪肉 弟兄姐妹 请问 问你们 如果你们是我的话 你会预备什么食物 给你孩子吃 就是隔夜饭 还有猪肉 你会 你会讲 预备什么食物 给你孩子吃 我做了什么 很多人会以为我炒饭 炒 因为隔夜饭 就拿来炒 炒了隔夜饭 过后 然后配那个猪肉 给孩子吃 不是 因为我想到 好像吃隔夜饭 不太健康 这样子 我就想到 隔夜的东西 都不健康 后来我就 隔夜饭 我自己吃 猪肉炒了以后 然后再煮一锅新鲜的饭 给我孩子吃 这个就是父母的心 对不对 每次 你就把最好的东西 给孩子就对了 然后父母 就是自己吃 剩菜剩饭 那种隔夜的菜 我吃 我其实蛮喜欢 收那种隔夜菜 因为以前 一段时间 很穷 所以 不太要浪费食物 所以有时候 食物吃不完 我还是会收 所以我每次 吃隔夜东西 但是我给我孩子 一定是吃新鲜的东西 我没有给我孩子 吃过隔夜的东西 所以我想什么 吃什么 我都会先想 我孩子 我等一下 我孩子要吃什么 我对我太太 也是这样 大家放心 我也是把 我最好的 给我太太了 这个就是 爱人的 一个表现 你什么东西 你都会先想 祂的 这是爱人的 一个表现 所以我们 对上帝 也是这样 我们先求神的 国和神的意 就是这样 我们什么东西 我们都是 先想到神的 先想到神的心意 先想到神 要什么东西 这个就是 先求神的 国和神的意 你先想 你不是最后 你才想到神的 你是先想到神 你做这个事情 你会先想到神 如果我换这个工作 会影响我去教会吗 很多时候 我们换工作 是先想 这个会影响 我的收入吗 会让我的家庭 的这个收入 更丰盛 还是减少 但是我们换一个思维 你换工作的时候 你先想 我换了这份工作 会影响 我来教会吗 会影响 我的服事吗 会影响 我对神的奉献吗 先想到神 然后我们在 跟别人相处的时候 我们就想 我这样 会让神 得到荣耀吗 会让人 误会耶稣吗 会让人 有机会 来信耶稣吗 我们在做工的时候 在做生意的时候 我们先想 我这样做 神会得到荣耀吗 我这样表现 能够使神快乐吗 所以你是先想到的是什么 你先想到神 你先想到神国的好处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是先求神的国 和神的义 也就是这样简单 不需要去 想到头破血流 先想到神 先想祂的心意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 我们就是什么 我们就是求自己的东西 当我们不愿意求神的国 和神的义的时候 我们不贴近神的心意 我们不求神的荣耀 我们就是求 自己的国 自己的欲 你的私欲 你追求什么 你就得到什么 这个是耶稣讲的 你追求什么 你的主人就是什么 你的主人 就给你什么 你追求金钱 你以世上的物质 成为你的主人 那么我们只有 从那里领受 而金钱和世上的物质 只能够给我们带来 不幸和黑暗 耶稣给我们知道了 地上的财宝是不稳定的 你得了更多更多的时候 你的安全感 也不会变多 反而你拥有越多的时候 你更加的焦虑和害怕 因为你害怕什么 这些东西随时会不见 当你把安全感 建立在世界的物质上的时候 你会不断地想要更多的 这个是一个特征来的 你会不断地要更多 为什么 因为你里面没有办法得到满足 你需要更多 更多的东西来增加你的安全感 可是相反的 你的安全感是没有增加的 你会一天一天的累积 一直到什么 一直到有一天 你所拥有的东西 突然间不见了 那个时候 就是你最焦虑 最灰心的时候 所以怎么样 我们要先求神的果和神的义 弟兄姐妹 不管怎么样 我们先满足上帝的心意 先想上帝要什么 他就是你的主人 不管怎么样 你先把时间给上帝 先来敬拜上帝 先来服侍他 什么事情其他再处理 后面再来处理 不管怎样 不管你的钱怎么样去预备 怎样去算 先奉献给上帝 你要买什么 后面才来买 你要去旅行也好 要去做什么也好 先安排什么 先安排时间去传福音 这些工作 旅行 后面你才来安排 你就是一个 先求神的果和神的义的人 你就是一个爱神的人 然后神为他 为那些爱他的人 预备的就是最美好的 最丰富的 像上帝为那些小鸟 预备食物一样 上帝也会为你 预备很好的机会的 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 叫你这位爱上帝的人 可以得到益处 你可以很放心 把所有的结果交透给神了 那个时候 你爱上帝的时候 不管明天怎么样 不管这个手术怎么样 不管你的工作怎么样 交透给神 你知道神为你预备的是最好的 那个时候 我们就不会焦虑 我们也不会灰心 不会泄气的 这个时候 你会体会到 你人生中最平安的时刻 你会发现什么 你会发现到 你晚上很好睡觉 你会发现到 你晚上不会失眠 以前我也是这样 我睡觉要用三个枕头 为什么 因为我枕头 我要贴到很高 因为每次我都要 在担心教会的事情 每次要贴高枕头 要想 哎呀 明天那个教会的服是怎样 哇 那两个弟兄在吵架 要怎样办 哇 那个姐妹又不爽 这个教会的事工 哇 要怎样办 哇 那个人不信主 我要怎样带他信主 哇 每天在想东西 所以那个枕头越贴越高 两层不够 还要三层 我其实啊 也是在这两年里面啊 学会交托给神了 把结果交托给上帝 把结果交托给上帝 过后 那个枕头就越来越平 越来越平了 不用三个了 两个 有时候一个就够了 可以早上 晚上可以睡的 睡觉可以睡好一点 你会发现到 你晚上睡得很好 当你交托给神的时候啊 你会发现到你的心口啊 不会闷闷了 以前每天早上一起来 哇 你的心口就很闷 好像每天有东西 压在你的心这里一样 当你 当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以后啊 你会发现到 你的笑容变多了 你开始可以笑了 以前每天苦瓜脸啊 后来开始可以笑 所以就是这样 当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啊 你不用再为你的生活 苦苦挣扎 你的方向 你的目标已经对准神了 你会经常 经历到神赐给你的平安 赐给你的喜乐 你会经历到 什么叫满足 你会发现到 神祝福你的生活 供应你一切的需要 先求神的果和神的义 我最近教会 真实经历到这样子的一个 例子了 最近呢 教会有一个弟兄 他就生活面对很大的困境啊 因为呢 他的 他父亲去世以后 留给他的产业啊 给他败光啊 败到七七八八了 他还欠银行一堆钱 然后 他跟他的母亲 还有他的弟弟住在一起了 这个 房子呢 是 他母亲的 可是他母亲立遗嘱的时候 就给他弟弟 所以这个弟兄 一无所有 什么都没有 现在因为母亲有在 他还可以依靠 跟 依靠他的母亲 跟他弟弟住在一起 后来 今年年头的时候 他母亲去世 去世以后 哇 他就真的一无所有 他就跑来跟我讲 船道怎么办 我现在要怎么办 欠银行 现在 弟弟要把他赶走了 没有地方住 我那时候我也 在爬头 我讲 我可以怎么办 我又没有钱 我又没有钱给你 那时候我就想到 圣经的应许 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我就跟那个弟兄讲 我讲 不要担心 耶稣讲的 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你的需要 上帝会加给你的 我讲 你不要去管这些东西 你先来服事 你先每天好好灵修祷告 你先好好读圣经 你看上帝怎么带领你 我这样讲的时候 其实我很心虚愿 我在想 如果这个弟兄 等一下有读圣经 有祷告 有服事 等一下最后还是 生活很落魄 这样我就 我就惨了 后来我讲 哎呀 这个是上帝的应许 上帝会成就 反正这是上帝讲的 不是我讲的吗 最多如果真的 他情况还是不好 我讲你去骂耶稣 不要骂我 因为这是耶稣讲的 我就这样跟他讲 你先好好每天读圣经 祷告 你来教会服事 我安排你 我安排他 去儿童主日学里面 做老师 我安排他在主日崇拜的时候 领唱 他答应我 他真的好好去 读圣经 祷告 他一天读多少张圣经 他一天读15张圣经 一天 没有一天 miss掉 他讲他每天 祝坛祷告 每天祷告 他真的照做 然后他真的来教会服事 而且很积极的服事 他领唱 然后带领这个儿童主日学 教会也接纳他 给他去参与 一段时间以后 他就经历神很大的供应 因为那时候他是卖那个水机的 卖那种过滤水的水机 他讲他在卖这个水机的时候 他自己很没有把握 因为每个人只是来看 过后就走掉了 可是当他愿意 先求神的国和生意 他讲他连续两个月 他卖的那个水机 那个commission 加起来有几千块钱 几千块钱 刚好可以帮助他 度过他目前的危机 那时候他就 他每卖一架水机 就打电话跟我讲 传到我今天又卖了一架了 等下过不久 传到我又卖一架了 过两天 传到我今天卖了三架 一直打电话跟我讲 我卖了几架 我卖了几架 神真的为他预备机会 他讲那些顾客 不是我去找他们 他们自己打电话来了 神给他这个机会 所以他在他的身上 我也对我很大的激励 因为上帝是信使的 上帝没有骗我们 先求神的国和生意 上帝就供应他了 所以我刚好讲到这篇 讲道的时候 他的这个 就是真的是一个 很真实的例子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忧虑 你好好的爱神 好好的亲近神 坚持的亲近神 坚持来服事 先求神的国和生意 你可以把结果交托给他 你就不再忧虑 最后的时候 我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唱一首诗歌 这首诗歌呢 我就用这个video把它播出来了 这首诗歌就叫做 不要忧虑 让我们抬头看那天空中的飞鸟 让我们再看看夜地上的花草 他们无忧无虑 他们恨自在地 因为他们有着天赋上帝的供应 所以我们也不要为明天的担忧 一天的难处就让一天当足够 我们要有喜乐 我们不要哀愁 我们的一切一切问题上帝会解决 我们不忧虑 我们要喜乐 我们要让那圣灵永远出我们心里 我们要前行 我们不怀疑 我们的天赋上帝就是如此有能力 我们不忧虑 我们要喜乐 就让我们先来求祂的果和祂的意义 这些东西 都要嫁给我们 所以我们不要忧虑 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忧虑 你要知道神爱我们 为我们做最美好的预备 弟兄姐妹你要忠心于祂 把结果交通给祂 先求祂的果和祂的意义 让我们抬头看那天空中的飞鸟 让我们再看看野地上的花草 他们无忧无虑 他们恨自在地 因为他们有着天赋上帝的供应 所以我们也不要为明天的担忧 一天的难输就让一天当就够 我们要有喜乐 我们不要哀愁 我们的一切一切问题 上帝会解决 我们不忧虑 我们要喜乐 我们要让那圣灵永远 担住我们心灵 我们要减心 我们不怀疑 我们的天赋上帝就是如此有能力 我们不忧虑 我们要喜乐 就让我们先来求祂 而获得祂的意义 或这些东西 都要嫁给我们 所以我们不要犹豫 弟兄姊妹 你在追求什么东西 你在求你自己的东西 还是在求上帝的东西 我盼望圣灵帮助我们 让我们改变我们的方向 先求神的过了生意 满足神的需要 我们不犹豫 我们要喜乐 我们要让那圣灵永远 住我们心灵 我们要减心 我们不怀疑 我们的天赋上帝就是如此有能力 我们不犹豫 我们要喜乐 就让我们先来求祂 而获得祂的意义 或这些东西 都要嫁给我们 所以我们 你不要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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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你爱我们 你的心意 本是要赐福给我们 主啊 你把 如何得到你的福气的那一条路 已经清楚的指明给我们看 就是要我们先求你的国和你的意 你要我们以你为主人 你要我们 你要我们 避绝这个世上 地上的财宝 主啊 你以为我们的主人的时候 我们先求你的国和你的意的时候 我们就跟你有很美好的关系 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 我们可以敢敢的向你亲近 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以敢敢的跟你祷告 主啊 当我们在生活中所面对到任何的困难灰心 或者是遇到什么 我们没有办法掌控结果的时候 主啊 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把这个结果交托给你 你就会带领我们 因为你告诉我们 你应许我们 你为那些爱你的人 所预备的是最美好的 因为万事互相效率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主啊 这些都是你何等宝贵的应许 你是那一位信实的神 你必然要成就你的应许 愿神帮助我们 紧紧抓着你的应许 我们向你感谢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求 Amen